第13题 乙之甲乙两把不同刻度的指尺 而且同一把指尺上的刻度之间的距离相等 耀轩将这两把指尺紧贴 并且将两指尺上的刻度零对准 刻度零对齐 那再来发现甲尺的36刻度 会对准乙尺刻度的48 甲的36会对到乙的48 也就是说这个甲尺呢 36格从0到36 36格每格都一样大 会等于相当于是乙尺的48格 也就是说甲这个尺的格子呢 稍稍的比乙的尺的格子呢 要大了一点 甲的尺36格相当于是乙尺的48格 那我们把它约分一下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来看 甲尺36格等于乙尺的48格 那都把它除以12 那甲尺的3格 那甲尺的3格 甲尺3格 会相当于是乙尺的几格呢 除以1248 48除以12 4格 甲尺的3格相当于是乙尺的4格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9个图 题目上讲 讲说呢 现在呢 把这个甲尺呢 向右平移 那使得呢 甲尺的0对到乙尺的4 0对到4 那他要问说 甲尺的21对到乙尺的多少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甲尺呢 0到21一共有21格 那甲这个尺的21格 甲尺 21格 相当于是乙尺的几格呢 甲尺3格等于乙尺的4格 那乘以7倍 甲尺的21格相当于是乙尺的28格 好 甲尺21格 相当于是乙尺的28格 所以呢 从4这个刻度 往右边算28格 所以呢 会到 刻度是32的地方 答案选 珠 这个选项